我覺得 因為蔡康康就說 那他們是不是要來看那個 你是不是寶媽喜歡的類型 他那題是射陷阱給小鐘打 對 所以康康康這個部分 他也有涉及到 我覺得 他又挖一個洞 是他挖的 所以你挖洞者 你也要對他發脾氣 這叫我不要主持人 一定會這樣 主持人 我一直感覺到 卻捕得眼光射過來 我太害怕 我真的會有這種 寶媽 我真的覺得 我補那一句話有害到小鐘 我就是你害死了 有 知道嗎 這康康康我跟妳說 知道嗎 這康康康我跟妳說 知道嗎 這康康康我跟妳說 康康有害死 是... 康康我跟妳說 妳知道康康在 妳說我的月餅裡面有下毒嗎 沒有 在妳知道 康康在香港和在內地 很多人看到 如果那一集 如果讓曾志偉 或者是她的朋友看到的話 她真的會以為 她會把妳想成是那樣 她會想說 哇塞 媽媽妳 會不會太穩 太積極了一點 妳會不會在這個演藝圈 妳已經變成一個這樣 原來在我 其實我覺得 對 我請問 我請問一件事情 就是當時那一集播出之後 給妳帶來的困擾有哪些 最神奇是因為 就是他們打給我 就覺得說 原來你們都相信 我跟妳說 原來一般的 我對這個職務也很意外 對 我跟她講這句話 結果人家也能夠相信 而且我是有看新聞超大的 因為觀眾看節目都會信以為真 他們那何況 小鐘講得 簡直叫三個哇塞 為什麼妳沒有起疑啊 不是 因為我在妳旁邊啊 妳是說那個盆栽的事嗎 後來新聞出來以後 真的有很多 我覺得不用起疑的人都起疑 因為連我老公都問我說 蔡康偉是不是分手 我說妳從哪得知了 所以大家都覺得很真實 是不是那個新聞 因為連我在妳旁邊 親眼目睹妳在跟盆栽 講一些蠢話的我 都想說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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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對她的困擾還是一樣 就是大家就打電話來問說 對 那其實我們本身是 其實很多的事情 不管在節目上面或在媒體上面 很多事情當事者 我們都不覺得怎麼樣 但是當妳聽到很多外來的聲音 聽到外來的電話 妳會覺得說 好像有點不太妥耶 怎麼會講一句這樣子的話 那妳要怎麼樣才可以原諒小鐘 我應該會先打給憲哥 然後跟憲哥講說 曾志偉這兩天再找他 找他 好像知道曾志偉一定要 因為我覺得這才會對小鐘有些處 妳說叫曾志偉警告吳宗憲 就是叫曾志偉打電話跟憲哥講說 憲哥妳的小朋友 好像在節目上面 就是做效果好像做了有點過火 妳真的很想把小鐘 當成是憲哥家的小朋友來看待 我跟你講他超怕憲哥 真的假的 妳們都以為 妳們都以為小鐘就是平常這樣子 其實有時候憲哥在很嚴肅跟他講話 她是很創的 可是我是很驚訝曾志偉會為了這件事 幫妳出頭 一定不會 好可怕喔 因為妳 我一定要跟大家解釋 是因為曾志偉是大哥 大哥對這種事情都覺得 這麼小的雞毛善事 節目嘛 他沒事喜歡 從他的嘴中說出曾志偉這三言 對...他很享受那個咬字 曾志偉 真的嗎 傳到香港那個曾志偉怎麼傻 曾志偉他一定是一個 曾志偉 曾志偉 是一個曾志偉 Jaf大哥來稱驚喜禮借故想開咯 Jaf這是真的嗎 6個8萬的部分 只是我的名字單子下面 妳剛剛有講到他們的夜店 妳剛剛有講到他們的夜店